Ducas 我們現在來到Waverley Station 這個火車站已經有150年歷史 我每天都會來這裡拿一份Metro報紙 這個車站如果計算面積,就全英國第二大的車站 但人流量只是排第20,人流量比Glasgow的車站還少 這裡有一隻長頸鹿 看看我找不找到它 咦,在前面那裡 這隻長頸鹿是全副武裝 好像一個高地用士的裝束 它有個匯劍 穿著蘇格蘭裙,穿著Cute 有蘇格蘭格仔,Tartan 還有一個盾牌 這個是火車站的長頸鹿 一個Hightland裝出的長頸鹿 裝備齊全 話說這個蘇格蘭裙是不穿底褲的 為什麼不穿底褲呢 一開始這些蘇格蘭裙 是被軍人打仗的時候穿的 裡面不穿底褲 不是為了要省錢 省回一些軍費開支 目標是震懾敵人 怎樣震懾敵人呢 你想像兩軍對峙的時候 一班骄勇善戰的蘇格蘭高地的戰士 它突然揭在那裙裙 裡面春光炸死,因為裡面沒有穿底褲 敵人就會因此震懾起來 是一個古武士氣的作用 聽起來好像很不合理 但電影裡面 《Brave Hearts》 講關於William Wallace 的故事 裡面是有這一幕的 我已經看見一個暗夜宇 那我現在在Rafferty Station裡面的一間酒吧 那在大城市的火車站裡面 都會找到一間酒吧 讓人們在等火車時可以喝一杯才上車 我今天喝的牌子是Cathledonian Cathledonian很配合我今天的主題 在火車站裏面有個長頸綠 我剛才片段看到 就穿著Hydland 穿著高地的服飾 Cathledonian這個字本身都是和高地有關 形容高地的面貌 在做關於Scotland文化的資料裏面 我見到歷史上曾經出現一個 我們叫Dress Act 1746 Dress Act是一個服飾方面的法例 Act是ACT 在英國的法律系統裡 Act是一些法例 香港會用ordinance這個字 Dress Act的內容 其中一個就是禁止Scotland人 去穿著一些從高地服飾有關 例如他們不准穿Qs 他們不准配戴蘇格蘭服飾的一些飾物 是一些武器來的 即是整套的服飾 你看到它有盾、有劍 一律都是禁止 原因是它曾經出現過highling的暴亂 之後為了鎮壓這件事 是出了Dress Act 1746 時間比較短 只是用了35年 之後就廢除了 我想起讀中史的時候 中國都有類似的 清朝入關之後 要人們替髮液服 即是不准用自己的髮型 不准穿本身代表你文化的衣服 這些暴政其實是中外戒嚴的 就不是說中國才有這個 英國歷史上都有 服飾是代表一種文化載體 在法律明文規定 不准讓你這樣做 當然是最高額的手段 但是慢慢就會有一種社會氣氛 會教到你是哪些衣服穿得 哪些衣服不穿得 哪些顏色是適合 哪些顏色是不適合 這個轉變是會慢慢來的 你接受了這些轉變 接受了文化載體外表的轉變 你慢慢的內涵 你都會變成為失去自己的文化 譬如香港有些轉變 紀律部都用中式暴躁 在文化載體會被洗拆了 那我特別記得 在十幾年前 我曾經去上海做實習 那時我是俗中大 去到上海的時候 在地鐵站裏面見到的標語 我很難忘的 那它就寫著 做文明人不講上海話 那就是說你講上海話的人 就是不文明 配合全國的統一用國語的政策 那將來香港會不會同樣地出現呢 就是做文明人 不講廣東話 那你這些文化再看 慢慢洗走了 那個文化內涵 是很難去保持得到的 那很高興 那來到斯克蘭還可以感受 那斯克蘭的文化 那日有機會 大家來到Waythrough Station 可以試一個Canadonian 它是屬於IPA的風格 那我覺得果味就稍微不明顯 那是啤酒花的味道特殊 那它這一種是近英國傳統的L那種飲法 就是不會是很冷的 就是很多人喝啤酒都喜歡冰凍了 譬如我們喝一些日本啤酒 它直接會冰一杯給你才倒進去 那喝那種日式的Laga 那個冰凍感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是喝英式的這種L的飲法 那個溫度不會很低 那是類似一種室溫的口感在這裏 還有你見到酒身 那個顏色都是偏紅色一些 那酒體是比較稠身一些 我覺得 那喝下去有一種 沉屈一些成熟一些 那我蠻喜歡這種口味 它是一種淡一點的L 但是它的餘韻 它留在口腔裏面 有一種後勁麥的香味在這裏 那我覺得是蠻喜歡這一口的 那有機會可以來試一試